我現在在講濟中黨 濟中黨我們前面的這個 前面的這個 最前面的這個濟中黨 台灣有一位叫掛包癱瘓 過台語啊 這東北的菩薩說 我講有時候講一兩季台語 他們聽不懂 但是為了表達 我就講這個67歲的這個廖隆吉 台灣很有名 但是他不是像剛剛講世民之心 他沒有求名 他是真的一戀慈悲 所以大家稱他叫掛包 掛包吉 國語叫掛包吉 因為他在賣掛包 大陸不曉得有沒有掛包 我是不知道 台灣就掛包就是 就是兩片的這個麵粉做的 放開 那裡面他就會放 不管是你放樹肉啦 或者你是放這個一般的肉啦 還是放一些台灣的這種酸菜啦 這個放在裡面 再灑一點這個發生粉 就是掛包 我也蠻喜歡吃的 樹掛包很好吃 他就是很慈悲 他就因為他住在我們台北市的萬華 台北市的萬華是我們台北的一個老社區 房子都比較低 不像說東區這麼高級 那麼萬華這邊呢 他中低收入也稍微多一點 所以就很多喔 有些人可能是做生意失敗啦 或家裡很窮 在那邊呢 就變成我們所謂的街友 就是沒有家可以回去的啦 我們稱它叫街友 台灣呢 很多人喜歡做這種關懷的工作 像我們台灣現在這個20小時超商啦 大家都熱心的認了 所以台灣呢 大陸很多觀光客到我們台灣來 他是看了半天 他說台灣的風景好像沒有比大陸好看 但是他說台灣最好的風景呢 是人的善心良善 這是真的 當然歡迎大陸同學到台灣來 也是可以參學觀光啦 那麼這個料榮集就是這樣 他就是每年過年的時候 就看到那些街友無家可歸 人家大家都在家裡 每一個家都很幸福的在吃連累飯 在快樂 在歡樂 在放鞭炮 就只有那些街友啊 辛酸的躲在街角 在那邊呢 沒有東西可以吃 身體又穿得破破的這個衣服 這六年級每天他在說他的時候就看到他 就是疑心不忍就是覺得 他們怎麼這樣呢 他就發了這個心裡以後的這個憋心就出來了 26年不是做26次 是做26年啦 他今年67歲嘛 那26年怎麼幾歲 41歲開始做 他每年就從小年齡就是過年 一直辦到農曆初五 正夜初五 五天也辦流水席 通通來吃 盡量吃 然後他自己本身也會煮 人家也會送飯菜來 來全部都在那邊煮 半桌 我們台灣叫半桌 半到怎麼樣呢 半到機器全部用盡 沒有錢啦 一讓存款歸零 如果換成你你敢做嗎 那不行 我要留一點 留一點健保會啊 看病啊 棺材本啊什麼不敢花 老婆上說你想太多啊 將來那些錢就是 你想醫藥會 將來全部花在醫藥會 一切法從心想生嘛 你看廖龍子 你能說他是善人嗎 能夠請家當家 你說他是善 他無我啦 雖然他沒有學服 他也沒有聽經文華 可是他人家他這樣去做 他我就不見啦 他也等同無我啊 他沒有我家 不為自己施生啊 他沒有為天下施生 他為天下修生啊 他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一個好例子 我提出來這邊 我會很讚嘆他耶 我每次看到那種燦爛的笑容 鄉土未輸主 一個好像也沒有讀什麼書的人 然後瓦斯講 你不要看他沒讀書啊 你好像看他沒練佛啊 他心清靜到不行 這種人我們要跟他讚嘆啊 我們為什麼要聽經文華 我們習氣重啊 我們執著生啊 不聽經放不下執著 聽經是講給我們這些人聽的啊 固執固執 他把機器都用盡 結果呢報紙登出來說他沒有錢可以辦這個 街友的連列犯 趕得我們一位徐姓的海軍 中將退休的老將軍 一不龍子跳出來 老將軍幾歲你知道 85歲了 人家是活到老 行善到老 他從來不會講說哎呀 無常來我明天要走了 他都不想這些 他看到這些人沒有飯吃 他馬上跟他 他馬上送20萬台幣 我相信他不是市民之心啊 這是以戀慈悲 為什麼 因為他聽說這個徐姓的老將軍的太太 比他更喜歡布施 人家啊都去逛百貨公司買珠寶店啊 他在看報紙 哪個地方有苦難 就跟他先生講 我們開車送東西去給他們吃好不好 這徐將軍不簡單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徐將軍的太太啊 的老業障是開醫院的 老業障往生啊 把家產呢 留一大半給徐姓將軍跟他女兒 善有善報啊 結果他不會是因為老業障給他這麼多錢 他就把他全部花掉 結果他把他去行善 有時候看到這個故事 我就會想到 我曾經看到一個報紙 有一對退休的老師啊 很幸福快樂 全世界有七八十個國家 自己開一個Facebook網站 Facebook大陸不曉得叫什麼 微博 我們台灣 沒有開大陸沒有Facebook 我們台灣有Facebook 他在裡面六七十個國家的這個風景啊 去哪裡玩去吃什麼美食啊 全部把他鋪上網 每天在那邊孤方住上 結果呢 六十幾個國家遊完以後呢 他太太 五十幾歲就死掉了 他現在身邊孤獨老人 每天看他去相悲 屠戶傷悲啊 想當年我跟他去哪裡玩 想當年我們去哪裡 也沒寫佛 也沒智慧 往下日子怎麼過 所以呢 我們要 要學這個聖賢道理就是這樣啊 你看 祭中黨 心中內富貴到不行 心中內 法喜快樂到不行 為什麼 祝人為快樂之本啊 祭中黨 那麼這個祭中黨呢 我就是用這樣的一個一個例子